Hello,大家好,我是冯老师,今天和我也一起来学习3D功能的一个使用 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个3D功能的一个使用去做一个海报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会看起来非常酷炫,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说很酷炫,但是它做的这个方法会非常简单 我们为何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还是会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做任何效果之前,我再去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做 做设计的这个本事呢,是为我们去创造去发现更多美 我们在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能之后呢,是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不可能说永远只做一种效果,对不对 效果它应该是多种多样,美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去提供一种多的效果,一种更新的效果 那我们在工作中,我们可以去拿来去使用 我们去拿来去当背景使用,对不对 也可以做成那样的一个比较酷的一些海报,或者一些封面 那都可以,还是我说那句话,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去选择它 那么再加上文案之后呢,实际上是这样的效果 确实会看起来非常棒 那这样的效果是如何去做的呢 那么首先去将这些东西删掉啊 打开这个图片之后呢,Ctrl-Q将这个图片再复制一次 就是说你得有两个这样的这个图片才可以啊 选择好这样的图片之后,在滤镜里面我们找到有一个命令 叫做扭曲,旋转扭曲 这个旋转扭曲的只要给多少呢 我在这里借给800 但也不一定是800啊 但我在这里给个800给你,你就做一个标准啊 确定你就它会赚起来 那么给完这样的一个值之后呢 那下一步就是在3D 看到没有,你的电脑里面这个FotoShirt 你应该有一个3D 如果版本过低可能没有 那你可能需要去下载一个更高版本的 比如说207,208,209,202,20都可以啊 选择3D 这里面有个命令叫从图层新建网格 里面还有命令叫深度映射到 在这个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那么今天只需要用到平面就可以了 好,点击平面 你可能要等几分钟 这跟我们的这个电脑的配置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它做3D的话 它的这个,它这个图面会有点卡 你会发现我们仿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界面里面 那我们今天不会去介绍在那个界面 因为你其实用的不算很多 但基本上我可以说一说 就是你鼠标点击左键的话 是可以按住不动拖动这个角度 你看呢 是不是有一种3D突出的感觉 那这也就基本上达到我们这个小小的要求 我们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去拖动一下角度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我们要干个什么事情呢 点击这个属性面板 这个属性面板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要出过窗口 在这里面找到有一个叫什么 叫属性的一个东西 你去把它点开在这个位置呢 所以我现在有啊 点击属性之后这个有一个预测 把这个预测制定点开 里面有个命令叫做什么呢 未照亮的纹理 就点击它就行了 但你选择未照亮的纹理之后 这个图片瞬间就变量了 这是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了 这个时候回到图片里面 我们再拖动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位置 那左右上下拖动 反正就满右为止就行了 好 那我就这样拖一下 让它看起来更坚硬 你给点角度 那当你觉得没有问题之后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这个网格还有啊 好 我们在这个图片一考骗二上面 单击右键 在右键里面有个命令叫转换为针对象 我们点击 我们点击它转换为针对象之后 实际上它就变成一张单独的图片 这样单独的图片有个什么好处呢 因为我们这个单独去操作 那这个时候我就已经确定了 那这个图片 你会发现它这个针对象图层 你还可以双击进入到它的3D里面 就是3D里面 它又可以再重新去编辑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可以反复编辑 但你的电脑如果不是很好的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那么干啊 直接右键选择转换为针对象就行了 转换为针对象之后 它是一个普通的图层 那这个普通图层 我们可以通过移动工具移动它 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然后还可以通过Ctrl加T 去做一个自由变化 把它放大 这个说放一点 Ctrl加-号 我们要把它稍微放大一些 还是不要太小了 你不要放成这么大 这么大就有点满了 我觉得可以放到这个情况就可以了 那确定 那这就是我们做完3D之后的一个效果 你会发现它这个图层的感觉非常强烈 所有的图层都可以这样去感 但是我建议你去选择这种颜色比较丰富的图层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上面写 加上自己的这个网站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张非常简单 你只需要先复制一个图层 对不对 复制完一个图层 考虑复制完图层之后 通过滤镜 只要给一个命令叫做扭曲 选择扭曲 是不是 命令这个里面的那个扭曲值 给上800 扭上800之后呢 就可以通过3D里面的什么呀 从图层新建网格选择深度映射到平面 选择深度映射到平面 在深度映射到平面里面 也只需要在这个预设里面 找到微丈量的纹理 就可以解决了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案例它看起来非常酷炫 但实际上它做起来非常简单 那佛特秀就这么神奇 那它的这个神奇之术 不是其他软件可以代替 你会发现如果有熟练的 你可能只需要一分钟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背景 因为图片都不一样 每张图出来的效果还真的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棒 非常好的一个功能 它实际上也是通过滤镜的一个结合 接我们的一个新功能3D 去做到这样的一个海报的背景 或封面的背景非常棒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